我们每个人在不同的人生阶段 不同的时期 我们缺少或者说是追求的东西可能会不一样 我们就会把这些东西当作我们人生的意义 或者说是目标 我们会去努力追寻这些东西 好比缺钱的时候 我们就会去追求物质财富 当我们缺少生理满足的时候 可能就会把大部分的时间精力投入到 去追寻更多的异心 当我们缺少情感和精神满足的时候 我们就会把追求这些东西当作自己人生 最大的意义或者说是目的 如果当我们追寻到这些东西的时候 我们没有那么多的幸福感 或者说是快乐感 当欲望得到满足以后 更多的是失落 或者说是空虚和无聊的时候 我们更容易去思考 什么才是真正的幸福 不管我们缺少 不管我们缺少或者说是追逐的是什么 我们的根本目的 还是希望能够收获更多的幸福 所以追寻幸福 才是我们大多数人 人生的意义和目标 不光是自己幸福 我们自己幸福了 我们也想让身边的人跟我们一起分享这种幸福 你可能也会希望有更多的人来幸福 你会把这种幸福向外去传播 也就是自己幸福 也就是自己幸福 使人幸福 由近及远 当然这个近和远 怎么来区别哪些近哪些远 我们将来有机会再详细的探讨 但是很多时候 我们在追寻幸福的过程中 却慢慢忘掉了自己的初心 因为我们过度的去追逐我们所缺少的东西 或者说我们想拥有的东西 而且忘了我们为什么想拥有这些东西 我们去追逐这些东西 到底是为了什么 如果我们最终获取了这些东西 但是我们却失去了 亲情 友情 爱情 或者说是幸福和快乐的时候 我们追求这些东西还有什么意义呢 所以不管在任何的人生阶段 我们追求任何的目标 都要牢记自己的生命的这条主线 就是自己幸福 使人幸福 由近即远 这个永远是我们的首要目的 不管我们追寻的是财富也好 爱情也好 亲情也好 友情也好 或者是精神和灵魂方面的追求 都是为了满足这个最根本的目的 或者说是目标 永远不要偏离这个目标和主线 否则的话 如果我们的努力和奋斗 所获得的一切 却没有人分享 却让自己变成了孤家寡人 一切又还有什么意义呢 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 只有在我们在生命的这个过程中 所体验到的幸福和回忆 才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 我们每个人都想长久且稳定地拥有幸福 但是要怎么做 才更有能力 更高效地创造和体验到幸福呢 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 阅人无数 高人止路 自我醒悟 书本是我们最好的朋友 我们人生大部分的知识和技能 都来源于书本 因为它是前人经验的总结 很多精华的东西都凝缩在书本里了 你在读一本书的时候 专业的书籍它会教会我们知识和技能 而非专业的一些书本 我们在读它的时候 其实在跟另一个灵魂在对话 不管它是几千年前 几百年前的人写出来的 你在读它的时候 其实就像这个人 还活在你的面前一样 你在读它的话 你在跟他的心灵进行交流 他们的一些智慧 他们的一些思考 都凝结在这个书本里了 如果你能够真正理解的话 你就会有非常大非常大的收获 行万里路 不是说我们只要走路走一万里 如果你光走路不思考 不经历 是没有太大作用的 当然对身体有作用 你可能身体更强健了 行万里路真正的意义是在于 你要在现实生活中 在不同的环境中去历练自己 你去到的地方越多 你经历的不同的环境越多 你对这个世界的理解 就会越全面越包容 你会见识到各式各样 不同的地区 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人 不同的思考方式 所有这些方面 都会对我们认知的提高 有很多的帮助 悦人无数 更多的是为了帮助我们 理解 包容 各式各样 不同的人 人人生而不同 这个地球上 有几十亿个人 他们每一个人 都是各不相同的 虽然有一定的相似性 特殊的群体 它会有一些相似性 但是每一个人 在本质上 都是各不相同的 所以有共性 又有个性 我们要理解和包容 这个世界上 不是每个人 都跟我们一样 每个人 他都有自己的思想 都有自己的想法 都有自己的习惯 我们能够理解 和包容的 各式各样 不同的人越多 我们也更容易 获取幸福 而不是强求 每个人 都跟我们一样 有跟我们一样的 生活习惯 观点 或者说是思考 这种强求 就像别人想强求你 变成跟他一样的人 是一样的 是很难很难实现的 或者说是根本 无法实现的 我们除了能改变自己 并不能改变身边的任何人 不管是我们的子女也好 父母也好 伴侣也好 或者是周边的亲朋好友 和其他人也好 我们只能通过改变自己 来影响我们身边的人 如果你把自己的状态 调整得非常好 别人会想像你一样生活 他会自然而然的 向你来学习 因为他能够感觉到 你身上的能量和幸福 他知道 如果能活成你这样 会收获更多的幸福 会收获更多的满足 他就会不自觉的向你学习 向你靠拢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后人 更愿意去读过去无数的伟人 或者说是有成就的人 所留下的一些书籍也好 语言也好 或者说是他们的思想和精神也好 我们能够做的 更多的是一种分享 把我们自己的思考 和我们自己的生活方式 或者说是我们的三观 分享给大家 但是不一定说我们分享出去的东西 就是完全正确的 别人自己会有别人自己的思考 他们如果觉得你的分享是有用的 他们就会去学习 就会去实践 如果你说的东西是对的 他们通过实践得到验证了 他们就会更愿意向你学习改变自己 所以我们改变不了任何人 我们只能改变自己 通过改变自己来影响其他人 执着于或者说是强求去改变任何一个人 都只会给自己增加烦恼 而且是不可能实现的 当我们遇到过足够多的人 才会慢慢理解 这个世界有那么多不一样的人 才更容易去包容他们 这个世界不仅仅是由我们自己 这一种个性 这一种性格 还会有千千万万各式不同的人 高人指路 更多的是你去学习前人的经验 就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你会走得更快 走得更稳 这种高人不是说全面各方面都比你高 而是任何一个方面 比你有成就 比你有经验 比你做得多的人 都可以说是这一方面的高人 都有机会去跟他学习一些东西 就像那句话说的 三人行必有我师言 这又回到那个改字 改永远是改自己身上的毛病 因为人在大多数时候 都更容易看到他人身上的问题 而很难发现自己身上的问题 所以当你在他人身上 发现不好的东西 首先要审视自己 我有没有同样的问题 如果有我应该如何去改正 这才是这个改的真正含义 而不是说发现别人身上有问题 去帮助别人来改正 别人有别人自己来改正 所以有经验的人 传授你一句话 传授你一个技巧 就像是点破一层窗户纸 很多时候 很多时候如果你靠自己摸索 也许要靠几个月到几年的时间 去探索 但是别人走过了路 踩过了坑 他如果把这些经验 完全地传授给你 或者说是把其中的一个 关键的一个技巧告诉你 也就是一层窗户纸 你突然就豁然开朗了 最后一句就是自我醒悟 不管别人跟你说再多 你看再多的书 或者说是你经历再多的事情 见过再多的人 如果我们自己不在生活中历练 总结经验 做深层的思考 也很难去消化和吸收 我们从外界获取的智慧 或者说是知识和技能 所以最关键的一点 还是要学会自己思考 自我醒悟 而不是人云亦云 别人说什么就信什么 别人在成功的时候 有他的一些条件和环境 或者说是参数 换一个人 换一个环境 换一个时间 所有的参数都变了 我们要不断摸索 适合我们自己的参数 当然在我们缺少经验的时候 我们更多的是一种学习 和模仿的状态 当你足够的熟练了以后 你就可以按着自己的方法 自己的个性 去探索 去摸索 找到一条最适合自己的道路 追寻人生的意义 或者说是目的 是一个特别大的话题 就像我说的 不同的人在不同的阶段 同一个人在不同的阶段 不同的环境 也都会有自己的答案 我们每个人要为自己 去追寻到自己的答案 我说的这个 自己幸福 使人幸福 游近极远 只是我当下这个阶段 对人生意义和人生目的的理解 也许它还会不断的变化 它只能代表我自己 在当下的状态 对人生意义和人生目的的理解 它只能代表我一个人 不能代表其他任何人 但如果它能够给大家 提供一些借鉴和思考的话 那就是它真正的意义所在了 好了 今天就先聊这些吧 早上来的时候飞机还不多 现在越来越多了 可能噪音又会比较大 我会尽量的把它们滤掉 好了 我们下次再聊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天,不一道理,我決定去一步 所以我回到尾路 當我到達了,我 thought maybe I'd run到尾路 當我到達了,我 thought maybe I'd run到尾路 當我到達了,我 thought maybe I'd just run across Greenbow County 我以為 since I run this far, maybe I'd just run across the great state of Alabama and that's what I did, I ran clear across Alabama for no particular reason, I just kept on going I ran clear to the ocean and when I got there, I figured since I'd gone this far I might as well turn around and just keep on going when I got to another ocean, I figured since I'd gone this far I might as well just turn back, keep right on going when I got tired, I slept when I got hungry, I ate when I had to go, you know, I went and so you just ran yeah looking out at the road, rushing under the wheels looking back at the years gone by like so many songs 65, I was 17 when I put it up for one I don't know where I'm running left, I'm just running runnin' on everything runnin' on everything runnin' wide I'd think a lot about Mama and Bubba and Lieutenant Dane but most of all, I thought about Jenny I thought about her a lot for more than two years now, abandoning Forrest Gump a Gardner from Greenbow, Alabama stopping only to sleep has been running across America Charles Cooper runs his history report for the fourth time on his journey across America Forrest Gump,a Gardner from Greenbow, Alabama is about to cross the Mississippi River again today I'll be damned orings? Sir, why are you running? are you doing this for world peace? are you doing this for the homeless? are you running for women's rights? or for the environment? or for animals they just couldn't believe that somebody would do all that running for no particular reason why are you doing this? i just felt like running i just felt like running i just felt like running shoot i can't believe it was really you now for some reason what I was doing seemed to make sense to people i mean it was like an alarm went off in my head you know i said here's a guy that's got his act together here's somebody who's got it all figured out here's somebody who has the answer i'll follow you anywhere Mr. Gump so I got company and after that I got more company and then even more people joined in somebody later told me it gave people hope how now I don't know anything about that but some of those people asked me if I could help them out hey man hey listen I was wondering if you might help me huh just I'm in the bumper sticker business and I've been trying to think up a good slogan and since you have been such a big inspiration to the people around here i thought you might be able to help me jump into whoa man you just ran through a big pile of dog shit it happens what shit sometimes and some years later I heard that that fella did come up with a bumper sticker slogan and he made a lot of money off of it another time I was running along somebody who had lost all his money in the t-shirt business and he wanted to put my face on a t-shirt but he couldn't draw that well and he didn't have a camera here use this one nobody likes that color anyway have a nice day well some years later I found out that that man did come up with an idea for a t-shirt and he made a lot of money off of it against the wind against the wind anyway like I was saying i'm still running against the wind i had a lot of company my mom always said you got to put the past behind you before you can move on and I think that's what my running was all about i had run for three years two months fourteen days fourteen days and sixteen hours qui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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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s gonna say something i'm pretty tired i think i'll go home now 點贊 關注 一起追尋幸福吧